如结肠癌 子宫内膜癌 前列腺癌 乳腺癌等 因此我们要注意饮食结构 加强锻炼 控制体重 减少体内脂肪堆积 那么什么样的饮食会让我们远离癌症呢 也就是适合肿瘤患者的养生方式和饮食是什么呢 有何偏方呢 这些问题在下期节目中 我会为您讲解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最好的医院是厨房 最好的药物是饮食 最好的疗效是坚持 好 下期节目再见 大国医道 那么从中医的角度谈谈 这个癌症为什么不可怕 咱们大家都知道 谁都会长猫吧 对吧 包括我在内都会长 癌症不一定都要杀杀杀 中医治癌症 调癌症 讲究的是贫内乱 把坏的变成好的 可以总结为十二个字 就是调整为先 无尽毒素 护卫为药 《皇帝内经》中说到 知其药者一言而终 知道了肿瘤的成因 又该如何去化解呢 有人说化疗是一种同归于尽的疗法 中医又是怎样认为的呢 针对肿瘤患者 有哪些行之有效的食疗方法呢 请继续关注著名中医养生专家 张务本先生 为您讲解中医食疗养生系列节目 《圣篇为什么长肿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